俄罗斯被称为北极熊,而立陶宛的民族图腾则是尸臼,北极熊很好理解现在仍有这种动物,在极寒之地艰难生存,尸臼则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,有狮子的躯体与利爪,阴的头和翅膀非常厉害,神兽劈开野兽按道理上来说,自然是又能天空飞又能地上跑的神兽赢了。 但现实是如此的打练,传说中的神兽,毕竟现实生活中不存在,只能在睡梦中的胎虚幻境中很厉害,一来到现实世界,立马就现出原形,像一经一样图个精神享受罢了。 在东欧,除了俄乌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对决,还有一个作死的小国,有时没事救去旅北极熊的熊须,这个国家就是以施旧为图腾的立陶宛。 俄乌冲突爆发后,冲在前面挺无反俄最勇敢的东欧国家,除了波兰,还有立陶宛。 且开立陶宛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,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,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是种族灭绝,提议建立调查俄军行动的国际法庭,并希望这一法庭有权合发国际逮捕证,在欧盟国家中率先宣布。 切断俄罗斯的石油、天然气、电力进口,彻底与俄能源切割,降低立俄外交级别并要求俄助力大使离境,立外长兰茨·贝尔吉斯公开表态呼吁推翻普京政权。 可以说立陶宛对俄罗斯做得很决绝,大有将俄罗斯驱逐出地球之意,只不过立陶宛只是快乐快乐嘴,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。 立陶宛是个小国,上蹿下跳可以,如果真的打起来,是个描损的国家。 立陶宛为何这么狠俄罗斯? 翻看立陶宛的历史,就是一部北俄罗斯等国家的虐待史,怪不得要趁机发泄这千年的怨气。 在九世纪至十一世纪时,立陶宛的先祖为波罗的人,其王公就向吉辅罗斯臣服进贡。 也就是说,立陶宛臣服俄罗斯是有基因传承的,他的老祖宗就干过这样的事。 对于此次立陶宛在俄乌冲突期间的上蹿下跳。 近日俄罗斯杜马医员费奥多罗夫提交了一份议案,这份议案很厉害,就是要求取消苏联国务委员会有关承认立陶宛共和国独立的决定。 换句话说,就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,不再承认立陶宛独立了。 这意味着什么? 从法律意义上讲,立陶宛仍是苏联的一部分,归属于俄罗斯。 再换句话说,把俄罗斯惹猫了,有可能在立陶宛境内再展开一项特别军事行动,把分裂出去的立陶宛,重新回归国有。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人很话少的民族,信奉外交抗议一百次,不如让轰炸机的翅膀煽动一次。 立陶宛如果活得不耐烦了,完全可以找俄罗斯试试,自去体验一下俄社轰炸机扇的是凉风还是热风。 面对俄罗斯议员的威胁,立陶宛并没有妥协,立陶宛政客马马斗在推问反击。 称如果俄罗斯敢不承认立陶宛独立,那立陶宛也将对待报复。 废除1634年的波利亚罗夫卡条约,签订这份条约是俄军是战白国,妈妈斗的意思,是要翻进400年前的旧账,恢复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荣光。 看起来这个立陶宛罪恶小国还真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,依仗北约做后盾,要向俄罗斯公开宣战了。 这就有意思了,这是现在俄罗斯闹得沸沸扬扬。 主要是立陶宛这个国家太招人恨了,本来立陶宛独立以后,还享受着俄罗斯提供的各种福利,包括廉价的石油、天然气和电力,各种优惠。 但是立陶宛却是端起碗吃肉,放下碗骂羊。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,立陶宛跳得老高了,其总统多次前往基辅给泽连斯基打击加油。 一会宣布制裁俄罗斯,一会宣布军援乌克兰,全民众筹给乌克兰捐了一架无人机。 一会宣布要邀请美军驻扎立陶宛,甚至还宣称要联合波兰,攻打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。 真的是见过做死的,没见过这么做死的。 普京看他跳得高非常不爽,轻轻地关上了书器馆的门法,立陶宛优家和技家飞涨。 各种生活用品也跟着涨价,甚至立陶宛因为俄罗斯的制裁,连柴火都快没得烧了,木材价格这一年快都翻倍了。 这样的国家真不配继续存在下去了。 乌克兰战争打了三个多月了,普京都从来没有说过要取消乌克兰的独立,取消乌克兰的主权地位。 而对于领土面积只有乌克兰十分之一的立陶宛,普京一出手就祭出了王障。 就是要灭了立陶宛,就是要光复彼得大帝当年曾夺回的土地。 现在俄罗斯国内,亲美国和西方的自由派正在凋零。 比如自1996年,就开始担任总统顾问的尤根舍夫辞职了。 尤根舍夫还是前总统叶利钦的女婿,与各鲁寡头关系密切,属于隐形的实权派人物。 加上前不久逃离俄罗斯的前总理邱拜斯,曾一度在俄罗斯执掌大权的自由派,已经划过飘零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黄俄派的迅速崛起。 比如前面提到的费奥多罗夫,他有一个头衔,就是俄罗斯联邦民族解放运动调配员。 这看起来非常不起眼,但是却非常重要,因为这个俄罗斯联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,就是黄俄派的个大本音。 里面有19万激进的黄俄派成员。 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呢? 这个组织的章程里面就写道,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,是恢复1991年失去的主权。 我们支持俄罗斯的国家进程和领土完整。 我们伟大的国家,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。 简单地说,这个组织虽然并不企图重建苏联,但是却要让俄罗斯重新光复前苏联的领土。 事实上,乌克兰战争一爆发,俄罗斯的黄俄洛派立马得到了器重,挣脱了西方和自由派的打压。 登堂入室,开始左右俄罗斯的政坛走向。 俄罗斯黄俄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斯特列科夫。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面提到过。 他是前苏联军人,苏联解体后退役,但是天生爱战斗,第一站在德佐共和党。 参加对摩尔多瓦的反围矫战,打得摩尔多瓦呱呱呱叫,不得不承认德佐共和国事实上的独立。 德佐共和党至今还保留了前苏联的一切,是了解前苏联的活化石。 他的第二站是在车臣,在战斗中作战英勇,多次力挽狂澜。 第三次作战是在叙利亚,第三次作战是率领一帮雇佣兵,错化了克里米亚的独立,并且攻投加入了俄罗斯。 第四次战斗是领导乌冬武装在顿巴斯的八年抗争,屡率已少胜多,创造战争奇迹。 被俄粉系称为俄罗斯的岳飞,就这么一个人,在过去是被俄罗斯主流精英打压的,要钱没钱,立下了天大的功劳,也没有奖励的纳主。 正是因为有斯特列克夫这样的黄俄派精英,为了国家利益,不怕牺牲,英勇作战,逐渐唤醒了俄罗斯民族的血性。 现在黄俄派在俄罗斯的拥护者越来越多,而那些勾结西方,搞垮苏联,出卖俄罗斯利益的自由派买班,则越来越不得人心。 普京过去其实算是亲西方的自由派,后来在克里米亚危机后,转变成了温和派。 现在乌克兰战争爆发,普京将毫无疑义地倒向黄俄派。 他在比勒大地城350周年的讲话就是一个信号,俄罗斯打完乌克兰战争。 可能就要对波罗的海三国动手了。 其实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接近尾声,胜券在握,普京随时都可以对立陶宛动手。 普京既然发话了,这一仗早晚要打起来的。 哪怕是普京论上不打,普京的继任者也肯定是要打低,因为照目前俄罗斯政坛发展的趋势。 接铁普京的十有八九是铁杆荒俄派,一定会把光复前苏联故土付出实战。 立陶宛现在就可以数日子了,美国一天立陶宛作为国家存在的时间就少了一天。 也许今年,也许明年,俄罗斯收复波罗的海三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。 只要俄罗斯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对抗欧盟和北约, 那中国将来收复西伯利亚故土的希望就增加一分。